- 歡迎大家收聽第四節,即是最後一節,已經是希望了,希望是最後一節的動物戰隊 - 沒有,這節理論上,我現在的計劃有三套在這裏 - 三套應該沒事的 - 你說很多話的話,可能一套又拿出來 - 我覺得第一套應該有點時間的,所以應該不會太多的 - 不是說太多,兩個小時左右 - 那就是我非常喜歡的一個系列,就是牙狼系列 - 大家知道牙狼本身是特殊版來的 - 之後就出了兩套動畫作品,分別是驗之客人和熊年之月 - 哇,熊年之月很棒,熊年之月 - 這套可不可以當作沒有出過嗎 - 這樣說,這個在開始說現在,要說的那一番,聖拉之前可以提幾句 - 熊年之月,粉絲們本來就黑歷史了一套,就是想 - 但是在近來就公佈了會出這個劇場版 - 哈哈哈哈 - 而大家剛驚到舊好縮起來的時候 - 就跟你說現在艾花小林者回來寫劇本 - 而放一個短短的trailer,那裡有這些動作做 - 那個動作的流暢程度 - 都是我在二十多集TV版裡面未曾見過的流暢程度 - 哦 - 不知道是不是官方就不想大家完全黑歷史下去 - 就可能想有一套正常一點的劇場版出來 - 希望他的劇場版不要被二次傷害我的粉絲 - 至少他應該打得爽快 -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被二次傷害我的粉絲 - 我那次已經很隱傷心了,我們已經很容易滿足了 - 現在就是第三作,就是《Vaner Shain Line》 - 而看我們開麥克風前一天就出了最後一集結局 - 是 - 我都看完了,就完了 - 簡單來說,就是一套劇情非常老套的英雄片 - 但是他有意在就是老套得來你就會很愁樂的 - 我直接想了一個形容給他,我會形容他是一個味道非常好的原味薯片 - 我可以預期說老套是超級正的黃道作品嗎? - 黃道得來其實老套這個字是逃不掉的 - 為什麼是老套呢?其實就是很簡單的 - 因為你看兩集基本上你已經猜到劇情了 - 即是有女主角釘弓說不見了一個哥哥,找了一個哥哥 - 接著又說有一個黃金角,爾瑞朵拉羅那件事 - 其實大家已經知道... - 現在要說完劇情了嗎? - 啊什麼? - 你們也要說完嗎? - 也要說完,對 - 各位,我們這一節說的作品都會劇透的 - 但只要說牙狼這套不劇透的東西都知道了 - 我們不說的話就... - 你體驗不到有多老套 - 但是就說他不見了哥哥 - 那就想找一個哥哥回來 - 那就開始要去尋找一個叫做黃金角的地方 - 嗯 - 基本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他哥哥肯定是那邊的高層 - 而他最後不負所蹤的都真的是高層 - 但是他唯一比我一點點不同 - 是 - 他哥哥你就說你猜到了 - 那你說... - 我不是猜到的,就是那個大朗... - 大朗是啦 - 但是當然中間有一點點支節的東西都不同 - 因為他中間有很多東西真的很黃度 - 是沒有英雄片或者特殊片那種感覺的戲 - 但是我原本... - 預計中是會再老套一點的 - 我原本以為他的黃金角 - 他哥哥會坐在一張黃座上面穿著一件袍子的東西 - 跟著是一個哈哈哈哈的笑的 - 有點像拿丁雅一樣的,那個哥哥最後... - 他原本是地獄博士那些 - 他原本是地獄博士那些 - 他原本是地獄博士那些 - 我原本以為他是地獄博士那樣坐在一個哈哈哈哈 - 沒有的,原來他哥哥是受害者來的 - 好一點的 - 好一點的 - 好一點的 - 但是基本上整套東西就是... - 劇情你猜到那個大朗會怎麼走 - 而裡面的角色的設定或者各方面基本上都是很老套的 - 例如主角就是很強的騎士 - 跟著要帶著一個小妹要幫他找回那個哥哥 - 跟著又有兩個法師幫他守 - 之類的東西 - 跟著有一個法師就有個過去就是 - 其實他爸爸原本是騎士來的 - 之後就墮落了變了暗黑騎士 - 也都殺了他媽媽 - 跟著另外一個就是... - 一個很瘦的女法師 - 應該是我暫時看牙郎吧 - 因為雖然我不是看過很多 - 但我暫時看過最... - 一動畫三套 - 兩套 - 那一套我沒有看嘛 - 你看過一集的 - 我看過第一集 - 對了一集的 - 我已經知道是什麼人來的 - 對了 - 就是最棒的那個 - 對了 - 我 我如果還記得哪一集 - 他就說其實這三套也有 broke up - 他想把三套動畫當作一個世界 當作同一個宇宙 它有些地方提前的劇情 它會有《炎之黑印》 《紅蓮之月》 他們的角色的圖片 有張畫書出來 曾經有《於騎士戰鬥》過 那兩張畫是比原本的作品裡面的圖片 包括封面圖 畫得很漂亮 因為炎之黑印可以說是畫風像 很想看他們的整套東西 是因為炎之黑印不是崩畫 但畫風未必每個人都會喜歡 因為畫風是繡長 線條很簡單 但在這裡畫出來的畫面 我看得到是很棒 那時候我跟朋友說笑話 我看完二十多集 我還沒見過三個人的樣子 這麼看得很棒 我真的沒見過 三個人的樣子很看得很棒 以前看下去的線條是很簡單的 這個非常好 尤其是我也有看的話 我也覺得很開心 所以他作畫上真的完全沒問題 而那套《紅蓮之月》 甚至 剛才《炎之黑印》那裡是一張圖畫的 《紅蓮之月》那裡是分三個剪輯 《紅蓮之月》才是《金氏》聲明然後《雷烤》 對呀 作過出來 哇 你的樣子和你那套東西簡直是兩回事 如何用一張畫抽下一套二十四兩季作品 我只要你這個《黑印》 也不用說作品 看拖打贏你死不死 所以不編返以前思主了 說回這套他的作畫上是絕對正的 即是你不說到說什麼 說笑不說你不是那些消錢消的好像《金氏》那一隻 但他的作畫基本上有些時候你會看到他可能有一點偷偷的樣子 一點點 但都不可以叫崩畫 你看得出他在省卡 而他也是省完卡之後又燒卡 所以作畫方面大家沒有投訴 而劇情因為真的可以說黃道德里是老土那種 但有很多粉絲看完又不可以粉絲或觀眾看完的感覺 老土德里你又會喜歡的 我自己因為我不算是粉絲 我有看的而已 但如果你問我為什麼要看這些作品呢 我是想看爽 看打 故事那些其實是我其次的 如果你可以把重心放在動作位 而劇情你用一些老土的黃道的 其實我沒有所謂的 因為我其實 黃道德里是人那種 對 如果你與其浪費那麼多心機去弄一些故事出來 然後又有些範圍出來被人插 難聽說句是搞鐵語感也無謂 我寧願你穩穩穩用一些老梗 或者老的劇情 你拿出來做出來好看的 其實我完全不會介意的 還有我現在看了這兩輯 不是這兩輯 即是這兩季動畫 它是可以用回以前原本的設定 例如騎士法師範圈所這些 它是可以用回的 但它又混合了很多一些 因為它現在是說在外國 即是說美國 它又混合了一些在外國的元素 例如原本騎摩托倫 原本騎那些是馬來的 現在變成公路飛車式的電單車 當然美術風就變成牙龍的美術風 它玩電單車 其次它又有些法師去一些地方 做儀式的時候 那些其實是日帝安人 它又混合了這些東西下去 有些集數說他們去黃金國的時候 要經過那些三教九流之地 中間有些是公路電影的感覺 它玩了下去 有一集甚至是說他們在酒店發生的事 而那些單元故事也做得好 單元故事的故事 不是說要扭曲扭得很厲害 但它又做到那種人性黑暗的東西出來 那幾集其實跟主線沒有太大關係 在旅途上遇到的東西 有些人會覺得它是拖的 但是其實如果你拖得來 你中間的單元我覺得你都可以的 我又不是很介意的 因為它那個是由一個城市去尋找那個路程 中間那裡寫長一點 所以很公路電影的 對 真的很像公路電影 很有趣 而它混合下去是可以的 然後如果你說故事的方面 那它進入黃金我基本上就是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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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其實它有意在黃金國 我覺得這個設定上是有一點 將以前有一輯特色做不到的東西 就放了過來做回 因為以前曾經有一輯叫做 將絕狼 即是銀牙騎士 他拆了外傳出來做的 他那個外傳其實就是說 所謂康拿和一些人有一個交易 然後大家做了一個城鎮出來 然後在裡面的人 是按時會派一個人給那些康拿吃的 那些康拿平時就不會咀嚼他們的 那就是做一個這樣的系統 但是因為外於特色的預算關係 你沒有可能會弄黃金城的東西出來 那現在它就做了一個黃金城 就是做個城 就跟你說這個地方很先進 是落土來的 是烏托邦來的 那就是招攬好多人才過來 那些人才閒時就幫他們那些康拿那些去做事 而做做一下事就可以肚餓了 不可以就下去咀嚼那些人 就是他又找你那些人幫他做事 然後其次其實又當了你的糧倉 那麼久不可以就下去吃你 挺划算的 就是又吃了你又用盡你的勞動 是的 他是這樣玩 但是其實他有一點把我覺得是把Zero那一輯的那一條條 就過來再畫 那次其實那個粉絲說他是捉到鞋脫不了角 因為有預算關係或者他有一些劇本關係 但是這次他就… 或者你真人來真的難做一點 其實做不到的 那他這次看動畫這個形式上面 反而做到這條條條出來 是 你可能真的有Zero 對 可能之前做過 那以我一個不是粉絲的角度去看 我覺得這條條條條是SAO 為什麼會變成S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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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一群人都在一個VR空間裡面 黃金國裡面那個地方再一個系統 對 他裡面那裡就像VR空間 像童九一樣在第一層那裡循環起來 所有生活那些東西全部循環在裡面 意思就是循環在裡面不用煩 然後連他妹妹都好像Yuy那樣 什麼東西都出來幫忙 他用了黃金騎士靈魂 不是那麼容易走去兜 這下我給他 我算他的 我算他的 也就是像Yuy那樣外掛 也是外掛的 不是SAO那樣 我屋女的街你把眼龍 我講一下SAO 我已經想捏死你 我當時我就是看SAO 只可以說這些故事你是看過 或者是一些非常熟悉的故事 但是他表演出來 你是覺得做得好的 其實因為主要是 去打鬥位做得好 所以大家就在故事方面 覺得你黃道一點 老套一點不要緊 而且老套也是抽到一些 看這個作品的粉絲 會喜歡那些 例如同伴死了 某個位突然回來救你 很老套 但是你又很喜歡這個 又會有這種感覺 抽到一些大家想看的東西出來 不過我想問一下大王 那時候你還沒看完 我又懶得問 現在我就想問一下 話說整集的主族 就是去找黃金國 其實他們去尋找黃金國的時候 印第安人可以很確實地告訴他們 黃金國在哪裡 那不是一些很大的問題 另外呢 那個黃金國出得來的 那幾公里外 我都看得到你 他唯一圓的東西就是 那為什麼你說這麼難找呢 他唯一圓的東西就是 因為中間有一個完全三不管的地方 沒有人進去 沒有人經過那個地方 所以就 但是印第安人知道 印第安人住在附近 那印第安人跟Gina有關係 Gina經常走回去 所以嚴格來說 他就叫做法師那些 指出大概的方案給他們 他就大概是那一條問題 阿斯陸方園多少公里之外 就是黃金國來的 所以那幫印第安人 我覺得 我看到那集的時候 我真的說髒話 屌尼老尾 真是 他去黃金國那個位置 我當然是夠了一點 我覺得他覺得去找 然後下一個鏡頭 出到黃金國出來 撲你那個雞 這麼大的城 你都找不到 其實你如果給我 是裡面城 裡面的那間餐廳 或者飛龍旅館那些法師 我實在是屌射那些 我真的屌射他 你真是屌射他 你真是屌射他就行了 我只要去繞 就是繞 中間隔了三不管地方 是搞定 問題是你們這些印第安人 如果你是印第安人 你不知道 你說你要去哪些城 要再問一下 找一下線索 那我都更順氣 你老尾 真的是 他們馬上拿著 再加個Googleman 給你 所以印第安人 其實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 是 我看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突兀 很突兀 但是 他說故事 其實他有沒有其他 很Bug的位置 我自己覺得沒有什麼 因為 Bug就沒有什麼 因為他的故事 不愉快的畫面就有 不愉快的畫面 因為他本身的故事 太王道也沒有什麼Bug 而不愉快的畫面那一集 故事是沒有問題的 兩集 這麼多 那是什麼畫面呢 話說在人物設定上面 黃金騎士 即是Sodo Sodo Sodo 他就很喜歡 大幫妹 大幫妹 挺健康 他見到大幫妹 就雙手合十 多隻 這樣 的一個 山字的人 那 去到其中一集的內容 你會看到他的作畫 突然間提升了 即是放了很多的預算 在這個線上 是什麼 因為早兩集就省卡 早兩集我看到的人 那些畫的線條是比較簡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到這一集 那個時刻 那些作畫 是提升得很厲害 如果 很想知道 而那個畫面 簡單來說 就是他有個肥婆婆婆 有個肥婆 他們懷疑他有一隻戒指 是操控了方法 還要老的 老的 對方是對的 對 然後 然後 他們要查那件事 所以 那個肥婆婆婆婆 就去操控了 梳道 因為梳道是什麼 是精壯的男人 對 他就不用操控了 不是 那個線都很像那一幕 很喜歡 其實 你搶著 梳道不是在上面 不是梳道比陳百祥 很多 但是 你要看到畫面 就是用非常精美的作畫 去畫老的肥婆 走去琴溝 去琴溝 黃金騎士 不是 琴溝是梳道 是去凌辱的梳道 哈哈 這班動畫製作組的口味都挺特別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這些作畫是會提升的 那一刻才會 有愛 證明他們畫這個鏡頭 有了惡意 我感覺到製作組這個 哎呀我幾個製作很漂亮 我漂亮給你們看 我就走 這個位 但是這樣說 雖然那位作畫是非常厲害 但是 他就不是只有這些作畫很漂亮 但是那個位置就成為了很多觀眾有討論的 你幹嘛在這個位置加作畫 哈哈哈哈 即是感覺到 那個動畫中那個是玩夠大家的 是 但是如果你說作畫厲害 其實我應該不斷說 這個因為打鬥做得好 所以 很多位你可能會算 或者是 你寧願去比黃道一點 其實可以提一下 因為現在的黃金騎士 他基本上都是想包裝到 是動畫版最厲害的那個 是 應該是動畫版裡面最厲害 其實有些粉絲跟土耳末懷疑 可能是想說到 他是全系列裡面最厲害的那個 但是有些粉絲現在 因為這樣爭吵架的 那我就沽默地說回 他在動畫版裡面 你就覺得他應該是最厲害的那個 因為他基本上 他不變身 都可以抽贏HORNA 其他黃金騎士都要變身 才去砍HORNA 他可以用拳頭 砍死HORNA 因為他超級肌肉型的猛男 其實打那些位置都打得好看 就算他不用劍那位置都打得很厲害 而講到其中一集 很多人說 沒有記錯好像是第八集 總之是黃金騎士第一次打暗黑騎士 沒錯 那一集基本上就 粗俗地講句是打個混蛋 那一集應該是最消淺的那一集 最消淺應該是那一集 總之黑馬騎士出來了 然後黃金騎士過來搶女主角 然後黃金騎士過來跟他打 基本上兩個已經在地面打到瘋了 再半空中打到拆樓 拆完樓之後再拿劍再隔過 隔完之後再打拳頭膠再打一旺 而他有些地方會覺得 為什麼這部電影裡面有分差不多兩分鐘 為什麼好像那種打法跟之前那種有不一樣 整套事情的打法跟那一集 特別是那某拳頭膠那邊 你會覺得是特別流暢 而且動作很... 那些動作很不是整齡 好像真人在動的 製作組是做了一點工夫的,製作組就用了所謂,類似的Terms是真人分鏡 他就原來找回真正特殊版的皮套演員過去,是幫忙去打,兩個人打一圈的 他兩個人一邊打的時候,那個動畫組就可能會Capture他們大概做了什麼動作 然後可能拍下某些動作,再拿到動畫組做參考 所以基本上那一幕打戲可以說是有真人去彩排了,打了一圈 然後用來做一個資料背景,再去製作動畫版那一幕打鬥戲 所以那裡的打位是打得很棒的 而除了那裡之外,他好在除了騎士打騎士,這個好看之外 因為裡面其實騎士不多,基本上主要都是黃金黃暗黑 其他人說的魔界法師,就是另外一個partner 一個就是憲哥說現在暫時覺得最棒的法師就是Gina 另外還有一個初初出來很酷,但之後慢慢轉變了的法師叫Luke 而Luke後來變了短頭髮之後,是很像Defo May Cry 還要一手拿槍一手拿劍,那是Defo May Cry 真的很好,他還要白頭髮,真的很像Defo May Cry 類似三騎士那些打,接著Gina去打別人那邊那個 墮落了魔界法師那裡,物理那些是不要理 但是打得是很狠型的 其實甚至乎我覺得是打未,以黃金騎士去打那個黃那一場來計算的話呢 我覺得是他兩個魔界格斯打那一場是好看過你黃那一場的 因為黃金那邊,我發現就是Budget去了另外兩個法師那裡 所以他那邊就省了少少作畫的,所以用了二度空間就是黑白畫面去打 但他裡面那些作畫又沒有東西崩過,沒有東西挖過的 他是亂的,我覺得是很亂的,我是覺得很亂的,我是看不懂畫面的 我勉強看那個畫面,我真的不太明白了 我是因為有按回前小看,我看都明白他做甚麼 但是你說那一幕是不是差,其實又不是差 只是相比起外面就有少少外面兩個打得好入面的感覺 沒錯 而他打個黃的黃是死的,但是那個黃其實你看他好像不太抽 就算了,這樣就死了 本身都不是他很抽的 而到最後,可以說去尾爾那一集就是打了全部東西,連黃都死了 接著就暗黑騎士出來,然後大家去過二十四集 就知道他們最後兩個要複場再打個黃 那當然我有少少失望就是最終決戰,他兩個打不是打得不好看 但是不夠第八集好看,不太短 第一就是時間問題,因為你說你第八集差不多整集都在打 而這裡你說剛才大王數了應該只有三分鐘了 三分鐘我計算了 三分鐘已經打輸了 因為他尾爾那一集他打完這三分鐘之後就是講回劇情 交代劇情 但是他好在地就去交代人的劇情做得好 所以令你尾爾那一集就 不只是說不好,但我覺得 因為我看完第八集,我期望你最後一集看那些九十幾分的東西出來 但你現在可能拿了七八十的出來 那變成我自己胃口大了,期待高了 而且我會覺得場景不同了 因為你第八集打的時候,那時候是城市 你可以倒樓,可以倒樓 他們打過去也倒樓 如果你最後一集來說,因為他在耳空間那裡 他整個背景背景是白色的 上面有一些石在浮空 變成你打出來的環境又沒有那麼震撼 這件事,我覺得是環境問題 只是說動作就做給你 動作是做到的,但是如果你是出來 即是在那些城市 或者什麼那裡打出來 我會更加開心 當然你說是不是預算問題 這是另一個問題 只可以說你以觀眾角度 又不可以說失望 但是你前面看了第八集 你這個期望再高一點,但他就沒有那些高的東西出來給你 但是他最後就是 即是變成Primus位,變成在八 變成在八那裡 在一個兩季的作品那裡 你只是Focus在八那裡 我覺得那個鋪排是有點奇怪的 只可以說以故事上 因為有另外兩個法師去打一場 就有最終決戰的感覺給你 但是最後最終決戰打得最好看的那些 就落在兩個法師那裡 就是變成 我覺得是可惜一點 可以再好一點 可以再好一點 但是講到這裡 就提醒了 剛才我說二十四集那裡 就收了尾 接著就是結束了這輯的動畫 但其實他收尾這次 我覺得都收得跟驗之黑刃 和紅蓮之血蠻不同的 首先驗之黑刃 他的尾 其實那個位置 是結束了 你也覺得可以的 是結束了之後 即是劇場版 有一點點 是再扭多一點點才出來 而紅蓮之血基本上是sharp cut 沒能夠交代過緣 這個有救他 但是去到這裡 他這次《One Night String 9》 是留了很多尾 即是那些東西 又不算是未解釋 但他留了很多東西 例如剛才說的Luke 即是法師用槍那個 其實他本身小時候是受騎士訓練 而去到他打暗黑騎士的時候 他又拿劍出來打之類 所以基本上在二十四集最後 這個又是劇透了 大家有什麼就停一停 你猜到 不是你猜到的 其實猜到的 就是最後 Ruke其實是做了一個 即是新的魔界騎士 所以這裡有一條線 他去成長又可以再講下去 而接著阿丁弓 其實他是 總之失了益之後 因為燒了他的記憶 但他記了這些東西回來之後 他是想做魔界法師 所以這裡有一條線 而其實最後 講一下印第安那些 是去飛龍那邊找魔界法師 其實你讓我去飛龍的老闆 經過軒哥才講 我那時候 應該進去拿出獲產 出來就先吐咎 那個人 但是沒有 然後他好像進去 不知談些什麼 可能又有些 可以再寫 甚至乎 留了幾多美 可以用來出續作 我覺得是 相信他這個反應是非常不錯 反應收得好 其實是 所以就會有這種考慮 我覺得是 如果你出續作 我覺得也是值得看的 但我反而想問 就是我已經說 牙狼粉絲很關心一些 會不會有其他人入到坑那些 你覺得 如果你沒有看過其他作品 只看這套其實也沒問題 如果從入口來說 我覺得三套作品裡面 最容易入口是這套 因為其實他那些 那些畫 即是感覺好像在看 MARVEL那些片 其實是 即是有一個SUPER HERO 走出來 然後又打怪獸 那些 其實出來是比較 那些劇情又黃度一點 就變了很容易入口 我自己覺得 還有我想可能 有些未看開特殊版的那些 你看到動畫版 在這次這裡 是很明白他裡面的設定 例如騎士法師 翻犬所這些 可能如果 對這些設定 你有興趣 可以繼續進去看其他 系列作品 所以這套 會引到人入坑的 如果說引到人入坑 應該是以粉絲頻 最想見的那些東西 所以這套整體來說 就是 是老土的 是黃度的 但是打得好 還有他那種老土兼黃度 是你會喜歡看那些東西的 所以又是回回我們 今集前小說的東西 就是他一來就是不搞太居 不來亂扭橋 反而做回他要做的東西出來 也是那樣 也是一個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的作品 很重要啊 我們做一次強制 現在2018年 這個業界終於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你不是為了改東西而改東西 他很清楚自己的客群 就是要找回一些喜歡看黃度作品 或者是特攝迷 或者是英雄片迷 回來看 他很清楚自己的目標 那我想這套差不多先了 就是個人喜好關係 其實本身也有話說 那這套整體來說 我作為你的粉絲 當然是希望大家去看一下 甚至乎看完喜歡的 就入坑去看其他貴數的作品 那這套差不多先了 那講完一套 大家都覺得不錯的作品 下一套就是一套 有些不同的東西可以討論一下的作品 也是異世界的作品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作品 就是那套 《飽光光程師的異世界狂想曲》 那在座各位是不是也沒有看的 沒有 不好意思 我有看完的 這套作品 出到來 初時我預期這套 跟上季那些 跟之前的異世界作品比較 那你有沒有自然手機的檯面 軒哥 要不就有預期這套 這套就不是 空洞都不是 那是什麼呢 就是一套非常非常平淡的故事 平淡 玩異世界是平淡 很平淡 通常異世界轉身都是去屈肌的 那他就拿了一些很屈肌的能力 因為那時候他 初時的 我忘記了 我現在再說過 那就是他一個 遊戲的工程師 幫人修理Bug 等等 修理完這套 HIGH GAME的Bug之後 他自己也說這套是HIGH GAME 修理完那些Bug 又說 新手很難打 我們就做些 只有五次限定的 就是有一個叫做 叫做召喚鋒石下來 這樣就可以幫你 在初期的時候清怪 用五次而已 用完就沒有了 這樣 就幫到你 新手去 升級了 就容易一點 這是一個招數來的 當他實裝完這套 就睡覺 無緣無故睡醒了 就自己進來這個世界 嗯 然後就去到很危急的時候 就被人打 用回他剛剛實裝出來的鋒石 打掃走敵人 還有他這招的威力實在太大 變成了整個山谷裡面 那些怪全部被他清掉 嗯 這樣就包括那裡註殺的 那些叫山神 最厲害那一件 神那些 都被這一招堆壞了 嗯 變成他的層級 由一層級變成310層級 那層級到什麼程度呢 之後他會見到一些普通的正常人 正常人那些是10層級 已經是一些高級的士兵 嗯 那些上級魔法師那些 30層級那些 而他是擁有310層級的數值 玩完了 對 那些東西 他會用一個東西就有東西彈出來 那些範圍出來是很不濟糕的 因為之前是軒哥看的時候 我試過有時候睜一下看 連我不是看整集 我是經過睜一下眼 我那樣的畫面這麼多東西彈出來 這麼麻煩 有時候台灣電視台幾行巴巴多一點 那些 這個東西是我自己比較不喜歡的地方 尤其是有時候他寫出來那些 我覺得你硬要勉強去摸 那些又不是說很重要的信息 但又很受傷 包括什麼 有一個我也忍不住截圖傳給我們自己的群組 他有一個是使用算術 我還沒計算 你不用這個技能的時候 你不能懂得計算 那麼蠢啊 使用算術 或者是珠心算計算快一點 我不知道 他真的在計算加減數的時候 你用那個技能就是使用算術 不是使用 對不起 他是獲得算術能力 獲得了之後才可以計算 你之前不懂得計算的 是屬石仔的 真的很煩 螢幕保持著彈出來 他是將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全部化成技能 再在右下角爆發出來 跟你說我今天獲得咀嚼能力 他沒有寫得這麼妨糕 其實他是不是想搞笑笑不出 他應該不是搞笑的 他爆石那隻獲得爆石能力 我會不會爆了一塊石 不行啊 你不是爆那些石 你爆這些石 即是有一個很奇怪的 %手法 不必要加這些東西在這裡 如果你沒有這些 我會更加喜歡看的 即是你打RPG真的用的招式 或者技能那些就OK了 他也整套東西都是貫徹著 即是你拿一些技能 或者什麼 他每獲得一樣技能之後 他就有回他平時我們打RPG的管理界面 他就可以即時去管理他的技能 譬如我剛剛用算術做例子 剛剛計算完的話 我就可以把能力值巴拉到最高的時候 然後我就什麼東西都會計算了 他裡面有些劇情 譬如說我會跑步的 他說背重東西 即是搬運 他背起幾十噸東西 然後就拉到最高的時候 拿些什麼東西 不太重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故事 簡單來說 他想做些什麼 他就會獲得那樣技能 而獲得那樣技能之後 他立刻會拉到最盡的時候 他就變成最強的 其實他是技能點多到洗完了還是怎樣 技能點是多到洗不大 因為他310噸 正常人只有10噸 或者頂盡那些 他打魔王那些好像是10噸 很明顯是想說他學足天下加速的技能 這麼熟練的那些 但是你的%手法不是要算術那些都拿出來 算術真的有點低 你那些是純粹影響了觀眾去看這套東西 是影響了我的觀感 但是為什麼我會說是很平淡呢 因為平時我們看的那些二世界作品 就是他會拿這些技能去偷隱拐騙 不是他那些奸淫魯略那類的東西 是偷底褲的 你修正完偷隱拐騙之後變成奸淫魯略的 你修正是更嚴重的 不要妄亂這些技能 那些就差不多了 是嗎 我看過了一些 但是可不可以說呢 你說評價的意思就是以前有些位置 可能你會一下子對著螢幕吊出聲 或者自己拍爛手掌那些 你是會期望他怎樣打機 怎樣開外掛 你作為觀眾才有反應 但是現在沒有些位置會讓你有反應給出來 但是這套東西就是 我會有這樣的技能 但是我要藏起自己 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這麼厲害 他只是純粹在這裡享受這個世界 因為他說這些RPG 即是遊戲裡面的世界 他說這些設計就令他很享受 他就說平時爆滾爆得很辛苦 現在當他來度假 然後過來輕鬆一下 我知道你剛才想什麼 當童狗那些 但童狗狗瘋芳太老 他又把女兒都引來 我又要威脅 如果聽你說的設定 假設給我去寫 我反而會寫他 他是想來度假 現在當是享受世界的 然後每次你那幫人要抓我出去做事 我就說我不想做的 你走啊 我趕人走 他又未去到這個 如果你這樣做 你這樣歡樂回到就可以 因為他是遇到別人有危險 他看到別人有問題的話 他會幫忙 用他的外掛技能去幫別人解決 又扮正義男嗎 對 即是他樣頭不到王 然後他沿路之內 會收集到很多的奴隸 即是那些女的容公 就跟了他的 就是他的後宮 基本上全部都是羅來的 而他就不喜歡羅的 只是喜歡大姐姐 所以他就不會弄他的後宮 全部都不會弄 如果是你就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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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劇情就關我救死什麼 他喜歡到什麼程度呢 甚至乎是扔下後宮 等他們睡覺之後出去叫雞 有這些劇情 叫雞也寫完嗎 有啊 有沒有說吉趙會紀 趙基基 他有沒有說持續能力 他寫得明是那些什麼 無聊的內心 那類 我忘記了是什麼字 一夜十發 他立刻拍了那個 他進去之後 然後第二天就出來 那些玩笑 從光換法 對 有這些劇情 其實我聽說廣告是沒有賣點的 嗯 那他的賣點是什麼呢 那他中間就是說他遇到什麼 那譬如說 他會無緣無故被那些惡魔 或者什麼東西 就打到地下城 然後出來 那些 打勾那些怪物 那樣去拯救其他的人類 嗯 那 但是就不可以讓人知道我自己很厲害 那 我聽完我自己的感覺 就是我沒有看好作品 我純粹聽完軒哥說我自己有這個感覺 全部的位置都沒有特色 全部都沒有頭到黃 你說要屈機 屈到他的位置 你簡直可以屈機屈到這樣 其實本來是想寫屈機設定 你又做不到手機那種 很離譜的那種感覺給你 但是你說他為了正義出去打人 那你又不夠同仁哥哥這麼厲害 是不是 啊 然後你說笑的那些位置 我聽說你又做不到美好世界那種感覺 你如果想扭一條的 你認為你喜歡不喜歡 第二件事是他扭了一條的去玩一種手法 是 你又扭不到的 那其實你就比上不足比下 又有完美 是中間不能投不到 人家有中間角色 我不用看你 我再看剛才說的就行了 還有 這套東西的作畫是不行的 啊 即是他本身的製作經驗是水準以下的 即是很噁的 總之這套東西呢 怎樣hack也好 他那個OP都會做足給你的 是 你這套的OP你自己看一看 你不笑什麼都可以 不笑什麼都可以 這麼正 就是笑到一個點 他連OP都是 不過就 你說 即是是不是很難看呢 我又不覺得 尤其是 即是我之前看那些二世界那些 有多hack 那你這套呢 我又不可以說你hack片 因為他又不是做些什麼 不合理的事情 即是又不是阿冬夜那樣的 他純粹是 即是怎樣說呢 故事呢 吸引不了我 是的 那我 我不會說好 預期他去看 啊 到底你之後你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中有一幕呢 就是他救了那些精靈的 嗯 那些精靈 然後又有個魔王呢 捉了他 那被他捉到 捉了那個精靈走了 哈哈哈 你想救回他呢 你來我魔王城那裡救回他 哈哈哈哈 我忘記了他怎樣去 好像傳輸了什麼東西 那樣就 直接去了魔王城那裡 即是去了魔王那間房 然後說 你這樣過來呢 就不合規矩 那些 你由下面打上來的 嗯 那我也很屈肌的 那我就回到他 又回到他打過 就是這樣的劇情 他是想做笑偉的 我只是想做笑偉 但是 你又做不到美好世界一種 你想救你的同伴 你那是魔王城 找我幫他解讀 然後女神幫他解讀 那一刻就打笑 他又做不到這個 所以他各方面都做不到 那他上去的過程 中間又上去多少層 那他打了可不可以看 去到魔王房前面那裡 就說 哈哈哈哈 你要打魔王 你先打救我們 那裡我沒有記錯 就有十二條女 然後再加上那些石像 那些士兵 那些打 那一幕的打鬥 應該是整套最精彩的位置 但是那個我其實已經展示過給大王 就是上次那一段 對 那個就是在打魔王城之前 但是 你會看得出他那個 是多麼精美的 打鬥上我覺得 我覺得是 我覺得是好過 《同話魔法師》的第九集 是好過他 好過《Gundle》 但是好過《同話魔法師》第九集 好過《Gundle》 好過《Gundle》是否叫好呢 這樣就自己判斷了 對 整體來說 整體來說 是不是這個作品 沒什麼需要看 我聽說 我見朋友 就看得享受 他說很輕鬆 不知道在做什麼 我心想看輕鬆的 我看其他 那我數回頭 那幾套都可以 但是我自己 真的享受不了下去 我叫做為開 不是我看完 補充一句 我也有看過這套資料 我不想看這套 聽完之後 他那些Wikipedia的資料 我想看完正常 都應該不會想看的了 擺明是那些 老殘的媽媽都不認得 那些超長設定 那些東西來的 你看過藍珠的設定 你長得一個地步 不如你自己出本設定 就算了 是那些極度喜歡病的樣子來的 不是 有設定 用不用得 還有設定 用得好不好 都是幾種方向 都是一個技巧 你切了一套 你不用 或者用不漂亮 他最後結局的一個 活動 就是說魔女 要跟那些城主 做了一個交易 很多年前 每年都要上繳 不知多少支藥水 過去 如果不是 魔女的森林 就會歸國有 有這樣的交易 但是新來的官 就想要把他搭地 硬要弄壞 那些藥水 讓他們不能上繳 這樣就可以收夠他搭地 我找你田生地產 對 這類 田生地產 你會做什麼 被主角知道了之後 當然不會讓他們特拯 為正義而知 你去到黃昏的時間 我會把藥水都弄好 這個劇情 雖然聽起來很足夠 但是他做的位置 我覺得是比較好看的 之前我說的 他純粹是 我把技能滿了 就立刻做 這一集 他要有少少用老的位置 我覺得是 比較上看得比較舒服 因為之前沒有什麼用過 老難得有一集 那已經叫做用老一點 對 我也叫做看得下 但是整套的整體 你說我會不會很喜歡呢 我絕對不會 但是你說我會不會推介大家看呢 我覺得 如果你有時間 我覺得你看別的東西 可不可以說 我上面 一些大家可以看的作品更多 你就未必需要選這個 除非你真的看完 又真的沒有東西做 可以看一下 也是的 你那個樣子其實告訴我 你好像是想叫你聽做 直情沒有什麼必要網 我覺得你的表情 還告訴我 一些畫不可以 這件事 你本身的人 我都不是說 很好 我覺得 對 以世界作品來說 你的女兒 其實不算吸引 對 所以整體來說 這套就是大家自行斟酌 不要緊 我們講完這套 可以說 奇特一點的作品 就是討論點 跟我剛才說的作品 都不同 就是那樣是 說差不差 說好不好 說是否有差 但是 說成功又不是成功 下一季未必記得他 對 所以 就是說是一個很奇特的情況 二世間作品 要不就大讚 要不就 糟糕 這套就站在中間 很少見 我其實不太知道 他定位做什麼 就是不知道自己做什麼的作品 其實我看了Wikipedia有少許的想法 他是很某一班輕小說喜歡的風格 寫的那些名字長得 媽媽的那些混蛋 其實他整套作品 即是說是兼明的 對 他是很喜歡玩這些 但我聽不到他兼明的 不是你老實實 你不夠手機來我這麼說 即他是類似手機那些 我寧願重看手機 認真是不夠手機 因為手機在某些位置 是很徹底的 他很清楚自己 就是要做一個很徹底的 不是 製作組是特地玩東西的 已經是他知道自己要做什麼作品出來 變成這套就是我們說的那種未必知道自己做什麼的製作 即是他可能說自己懶得好笑 所以這套是奇特一點 大家自行不斟著 看下一套 說人類聖經 另一套人類聖經 雖然 正式的名字就是 紫羅蘭永恆花園 其實在我們開咪這一集的時候 還有一集還沒做的 還沒完的 他今季其實有14集 金貴 即是有第二季 總之這套作品 他在我們今個季度裏面 他是一個14集的作品 假的數不是12、13 這個是14的 死多集來的 多划算 有14集 是一個這樣的作品 在我們開咪的時間 就做到第13集 只差一集 如果是有東西再 即是關於 即是我們今天講的 comment 就不會包括到 Ending位那裏 那裏 13、14集是連起來的 所以我們連13集都不會說 主要是集中在之前的集數 那Ending位 假設有什麼說 可能下次新回來再補分 沒錯 這個作品今天也值得拿出來說 因為總括今天這條list 其實可以說製作上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扔本扔得最厲害 高級呼聲最高 基本上 在我今天這條list 其實講了很久 就是他的 但是結果出來 就用一個銷量去講一下 他就出現了奇特的情況 就是他的Bullway是爆死的 看看那些記錄 即是以今季來說 他買得不是好 但是你很明顯看到 他成本那方面 是銷得很厲害 包括是什麼 他這套東西 他在新版的時候 有說過 他是Netflix有份出錢 4K的 所以Netflix original有這個字 對 他也是把原畫那些 紙的resolution 比起以前 他們一般 King Andy做的更加高 我沒有記錯是1080 但是他可以上升到4K 對 對 也是比起以前 他們用720P去畫 那就更加 更加大 更加美 除了他那個resolution之外 他裡面的作畫 也是 放了很多錢 你看一看 他很多since 都是有消錢 去做 不過他出來的Bullway 銷量 就差了一點 因為我們剛才 我們有說過的那些作品 其實是 以Amazon來計算 最初那個list 我之前檢查的時候 最初那個是少女與戰車 最中章的第一章 合理 這個因為都期待很久了 很多粉絲期待 算了 這個就 這個後話 然後 2345 我檢查的時候 2345 比宇宙更遠 很合理 然後是露營 更加合理 而我 就在心想 之前大熱那幾套 到底去了哪裏呢 沒有理由 頭10 為何找不到 然後我就不斷搜尋下面的list 那裏找到 找到 都比較上低的位置 總之 其實找到很後 才會見到 有個 紫羅蘭永恆花園 那裏 你說的 銷量 不代表一切 但只可以說 如果你用回以前那種計法 甚至你用在上面頂位的計法 就是 好像去南極那個 就是 他的作品做得好 各方面好 大家喜歡的 那就很多人去買碟 但是這套 都怎樣說呢 就是作一去 會這麼高水平 大家想著 應該每個人都買 一些Bluet回來 再看 有人會這樣想 但是這套結果出來 就不是 今集 除了我們 在這個位置分析一下 作品 我們覺得好不好看 或者各方面之外 都會少少分析一下這件事 當作說了一個背景出來 這段時間又再慢慢說 我想可以說一下 其實 就是 如果你說 逐方逐樣逐樣慢慢說 但是一樣 你講作畫 老實實 這個真的沒得挑 是的 在今季來說 是沒得挑 他是怎樣說 我會看到他很近年的經驗 無論你喜不喜歡這套 其實你看那個 上低音號 或者是之前我們看星之營 那些 全部他們畫到的背景 尤其是背景 他們畫到出來的景 是畫得很漂亮 是 補充回我剛才說的數據 我找到回來 現在說的是 第一話 Amazon的銷量 我找到 紫羅蘭的永恆花園 就排30 而另一套 國家隊那套 Darling的現代 France 就排222 大約是這樣的數字 不過提起數字 有另一件有趣 就是 雖然這套 你現在看到的銷量 一般 但是在外國的 就是以日本來計的外國 的範圍 有很多人看 那個點擊率 也很誇張 例如 用我們最親近的祖國 偉大祖國 Bilibili那邊的數字 紫羅蘭有人349萬的 是全部動畫之中 都排最前幾乎 第二就已經是 Overlord的260多萬 所以這套 是很奇怪的 似乎就是 不同的地域 好像看的感覺 和評價都幾不同 現在這套 就是這樣說 日本韓羅蘭的銷量 未必很大 又不代表少人看 對 這套就有趣在這套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去分析 去Bilibili那些東西 我會用 你有沒有興趣 回頭再看這套 去分析 可能只是看一轉 因為我們剛才說得 這個其實我以後面 再慢慢說 說得的數字 都是說你第一次看 即是你Steaming看 那次 如果你剛才滾上去 戰車那邊 不用說 一群徐定庫等的 什麼想看 那些翻輪 你跟著如果說 比宇宙近的地方 其實我現在還想再看一次 我沒有時間 有翻輪的價值 我沒有空翻輪而已 那露營 我聽你說 我估計粉絲 如果喜歡看這類的感覺 很輕鬆 這些輕鬆回來 一定有一種魅力 是令你經常想回來看 正如我自己喜歡白紅咖啡 其實我也很想二刷 變成這類作品 反而令到你翻頭的東西多 或者這樣說 我個人覺得 我覺得紫羅南永恆花園 即是待會再說 但我自己覺得它是一個好作品 但是我看完一次之後 我會說它好 但我其實不大興趣再看一次 這個可以待會再慢慢說 可能就是慣到不知道是不是 Voo A制衣出問題 但是可以說一下 不如再問一下 作畫 正如我所說的 它真的沒有挑選什麼 真的做得很好 即是日本國家隊級 這個才是 這個真的厲害 這套東西 你自己 你平日看頭三集 你已經知道大約的劇情是什麼 之後基本上每一集 都是獨立 一集的單元 即是都是一些角色 自己經歷的故事 諸如此類 你A和B C和B的關係 它頭三集 其實就是在說 紫羅蘭 她那時候 是羅蘭 是羅蘭而已 我那時候 我看 off topic 說了一點 我看到大陸的留言 叫她做紫尾 當作她是 橫豬格格 我以為是橫豬格格 那句話是神經病 不過不說這些 說回羅蘭姐 就是說她原本 是一個在戰場上面 就是一個 完全服從的兵器 他純粹 你下命令我殺人 我就去殺 他自己的技巧 也是非常高超的一個戰士 真是魔教法師 只是懂得聽命令 完全沒有自己的感情 沒有自己的想法 是一個人 到最後 跟她打得最多 就是最親密的 那個 少佐 在最後一戰的時候 就退了一場 就不知道在哪裡 是 到女主角醒來之後 就回到醫院 那些 就說少佐 少佐到哪裡 想找回少佐 還有她的手 其實在打仗 真的斷了 在那一場仗 然後裝了一隻 不知道為什麼 在那個年代 可以有的機械手 你當是降年 就算了 不要問 我都說只有一隻 還有兩隻 還有兩隻 其實這個算了 我也是 明明有這麼精密的機械 為什麼那個年代 是打字機 我也想了一段時間 我不明白 這些細節我不挑 因為最後的時候 少佐跟她說了一句 我愛你 但她就聽不明白這句話 她就不明白 我愛你 是什麼意思 所以她就想追尋 想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而她又聽到 旁邊有一個 叫做自動人偶的服務 就是幫人寫信 用愛香港的代表 叫代筆 代筆寫信 她就看到別人 在那裡說 有沒有我愛你 這三個字 到底 這班人是知道這句話 為什麼 所以就想做這份工作 順便理解 到底我愛你 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個這樣的開頭 然後 之後就說 她成為了自動人偶 就是做了代筆 然後 再繼續 因為她說 這間公司是類似 郵政服務 所以她會 即是有代筆 再包幾個東西 包上一本代筆 所以她會出差 幫人寫信 就不一定寫信 可能甚至 要寫劇本 幫人家打字 也會 所以她會有上門 幫人做人偶服務 那些 然後 那幾個 有若干雜數 去到八、九之前 那些 都是她不斷出差 去不同地方 遇到不同人 幫人家完成這個工作 這樣的故事 然後到八、九 那個位置 就是 她知道 身邊的人 開始有件事 透露給你聽 就是 阿少佐已經死了 即是 身邊的人會跟她說 阿少佐已經死了 她會跟她說 因為之前她騙著她 就是鋼帽 哄著她 所以她做了其他事情 第八、九集 就是她 終於當她知道 阿少佐已經死了 然後 第十集 就叫做 一集說她成長了 之後她出差的故事 雖然之前的集數 我就說她一個單元 就沒有直接的關係 即是沒有很主軸的東西 但是你會看到她 阿子羅蘭 她是每一集 她的感情會越來越多 即是由她一開始 做打字練習 打字 拿A的打字速度 但是她就 裡面寫的內容出來 就完全fail 完全不知道她寫什麼 又不是的 好像報告書一樣 軍事報告書 他簡直是 變成另一個意思 沒錯 由那時候開始 去到她真的 開始了解感情 什麼 她真的寫出一些信 幫人寫出一些東西 對 你會看到她自己的感情 越來越豐富 你會看到她的成長 還有《來不猛人》 那一集 她會有一個笑容露出來 她開始有表情 是 她有這些細緯 慢慢去說 即是那幾集 其實是說她逐一點 慢慢成長了 開始有人性 甚至她的八、九集 她是理解到自己 以前 她做執行任務 那時候 所殺了的人 其實都是 一個有血肉之軀 不是一個物件 開始理解這些 變成她是 經過了 可以說頭那十 九集之後 應該這麼說 九集之後 變成了一個 真的開始有血有肉 而且她自己是 有了人性的存在 她自己是 是 可以說一下頭那幾集 其實我自己覺得她的單元 或者裡面的故事 你說有沒有一點感人的感覺 是有感人的感覺出來的 有的 我不可以說她做得不好 但只可以說真的很老項 有一些是真的很老項的 很老項的 基本上你看頭 你已經知道尾 那類的故事 但是她中間的表達 或者那些畫面的 看到下去 其實我都還會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我會覺得是很老項 你看完 不會覺得不好 你不會投訴 雖然說 我知道她那一集做什麼 但我看完後面 我都會感動 證明她表達得好 她做到她要做的事 但是 我自己覺得她那種老項 你看完 就未必令你很想再回覆那一集 這個是我的感覺 當然 我剛才說她那些故事老項 我甚至覺得再加上作畫 那幾是真的給外國市場 是 因為這種故事 這種老項 反而是適合外國那邊 她們會想看更多 沒錯 那我自己呢 就看回很多不同的留言 我自己都同意 暫時我看紫羅蘭這套東西 最出色的那一集 是第十集 嗯 我自己就看過第十集 之後就沒有繼續看下去 但是我如果說頭十集 我自己覺得第十集就最好 是 因為第十集 她的表達手法 她跟之前那些集數 亦都是不同 而且她自己本身的故事 都不同 她表達的手法 就是 紫羅蘭去到她家 有個媽媽去 她喜歡一個客人的家 對 那客人呢 她有個小女 由那個小女的角度去看這件事 中間你是不知道 紫羅蘭和她的媽媽 是寫什麼信 只知道她寫了很久 用了七天時間 用了七天時間 寫了很多信 對 那個小女的經常說 因為她媽媽是有重病的 你看得出她是 有重病 然後她 甚至到中後段的時候 那個小女的經常說 媽媽你都病得這麼辛苦 那你都沒有什麼時間 那你多點時間過來陪我 為什麼你浪費時間 寫信給不知道什麼人 寫信給你 你都不知道 那些人都不過來探望你 都不關心你 為什麼你要寫信給她 這個世界上對你的病 是會擔心來得罷我 為什麼你要把時間給她 不知道什麼人 這樣說 就是這樣的故事 到最後紫若蘭寫完 就走了 嗯 到之後就揭曉 到底那些是什麼信 嗯 那就是 原來這個媽媽 其實是找紫若蘭 幫她寫了 往後五十年的信 就每一年的生日 都會有封信 寄回給這個女的 是 就給她 就是她會 幻想的情況 大概會遇到什麼 然後就寄給她 這樣去做 而她跟著處理的方法 就是鏡頭 她的畫面就拍攝這個小女的 慢慢越來越大 就不斷慢慢收到信 甚至她開始成長 開始成家立室 然後依然會收到她媽媽寄給她信 那就可以說 超過一個時間線 就是她說這個小女的 可以說往後幾十年的事 這樣去做 而到最後最後 就蓋上紫若蘭寫 說回當年寫完訊 就是回到郵局的時候 就原來是 回去後就說 中間其實她很想哭 但是她要忍著不哭 然後回去就一下子哭出來 那一刻其實是看到 一來的故事 其實你說感不感動是感動的 而她的紫若蘭 最後回去哭 那一刻也是很明顯了 她已經不同第一集的紫若蘭 她已經是會有同理心 她中間是會去照顧小女兒 會去小女兒 開始生氣的時候 她會去嘗哭她 而且開始是會 不是這事一定要說出口 她有些是會可能 專程不說著或者不做著 而她的最後是會哭 因為有同理心 所以那一集其實你看過 她的成長是很多的 是 變成都看了這個作品 很多人都公認說 這集暫時覺得最好的一集 因為你會見到一個 很有感情的紫若蘭 你會見到她的母女情 即是跨越了時間 臨死之前其實全部都是遺言 全部隔了50年 每一年寄一封信給自己的女兒 去想像她那時候會遇到些什麼 你到時不知道你還不喜歡些什麼 可能已經是成家垃圾欄 即是成家垃圾欄 即是成家垃圾欄 去寫這些其實都感動的 這個 以我自己來說 我是很感動的 我自己看 但問題是 我看這一集之前 我看了南極 我看了南極的第12集 是 朱陸在前 真的 變了我的感覺 是被之前吸引了過去 變了這個 我是有一個落差 不是落差 你之前那一套我拿A+,這套我拿A 變了那個感覺就會有一個差距 始終會有 還有其實他的故事 我不是說都很容易猜 其實那一集一開始 他說要寫信那一刻 其實我猜到他是玩這條橋 噢 那一次我沒有想到 其實我一開始已經猜到 聽大家說簡介 我已經猜到 其實一開始他說要寫信 然後他去入房間見他媽媽 就說他好像有病那些 其實我已經猜到他 他現在說要寫七天 我已經知道他用這條橋 我不知道他寫那麼久 我沒有完五十年而已 我知道他 我猜到他是玩了一個很大的年份 但是回到我們剛才 最初說的就是 有些想法更加來你猜到 他這個也能做到 你猜到但也能感動到 因為他的畫面跟著表達 慢慢說著那個小女兒 越來越大 然後再配上信內容 再加上音樂和畫面 那個感人感覺是可以出來的 他的畫面表現出來是很好看的 他是一個小女兒 接著背景是一個時間距離 即是由早上到日後 在那間屋裡 看到小女兒不斷地成長 你又會看到他會遇到不同的人 那些東西 他全部合起來 感覺是非常好的 為什麼我會特地提南極那一套呢 因為南極12集 我們剛才說過 他是用了12集去鋪 你的感情是一直以來 都有鋪排在裡面 而這個就是一個單元 純粹是你這24分鐘的感受 所以你論強一點的程度 一定是不同的 那邊厲害很多的 完全是不同的 人家重了12集的電影 這邊是精品一點 這邊是比較精品一點 對 就很感人 但是如果你看回其他集數來說 在紫羅蘭也會有一個落差 始終他單元劇味比較重 對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第十集之後 第十一集 他講過一個故事 我忍不住笑了 笑了嗎 講完吧 就是說在戰場上 前面就有一個士兵 就說想跟他以前的青梅竹馬 就去寫信 或者寫信給家人 其實都算是寫遺言 本身的故事我不是想笑的 我為什麼會笑呢 就是一個預告 因為他當時是搭飛機 你戰場那些很難去 他就找了一間郵遞公司 有輛私人飛機 飛了去他上空那裡 然後就直接降落 就去找他 初時我聽到這條橋也不笑 但直到他表現出來 我就笑了 那時候其實是一個非常危急的情況 要求寫信的那個人 在戰場那裡 被Slipper摔倒他 射中了他那裡 差不多死了 還有一些敵軍 就走過去準備 埋他單 那麼紫羅蘭就在半空中 在那架飛機上面 就看到那個人 基本上你不應該知道那個樣子 沒有照片 沒有什麼 但他一眼就看到那個 有危險 那麼就 那五次時間降落 然後就跳了出飛機 就飛了下來 開了一個降落山 開了十秒左右 然後脫掉他 然後空降 Superhero landing 然後就過來 秒殺整隊軍隊 整個畫面 我忍不得笑 我知道紫羅蘭很厲害 我聽到我覺得 他變成了另外一部作品的一個名場面 就是 Gundam Sea 那時候是飛機夠自霜 différent 初手陪跳下來的 就可以在超越起來 響陶寶寶寶 這個感覺 我會比較像是 muitoBOO第一集 Xia一下 從那個降落下來 然後一旦斬斬斬斬斬신 哦 1 searching 對啊 就沒有殺到人的 因為當時太弄到No 又好像基拉一樣 不殺 是啊 還有它半空下來 真的很情形 很像Xia 他很必須的,他下來拿著還沒開翅膀 然後就幫他寫遺言,但他那一刻完全是沒有力介入 所以跟他之前第十集去比的話,我會有個落差 我不會覺得他差,但有個分別 我覺得到第十集,這套是結束了就不行 我不理小說那件事,我自己從觀眾角度到第十集,我只能覺得這個位置結束了就OK 因為我看到第十集,我有件事很害怕的 我看到第十集,你又說到少佐是盲眼中槍,一邊流血 又說只見到軍牌又找不到他的身體,我很害怕後面的集數有個事 盲眼少佐走出來,我不想有這件事發生 所以我很害怕有這件事發生,我寧願你第十集,不如完結他 然後最後紫羅蘭在那裡哭,其實完結他已經有回人性 第十集是剛才的寫信那一集,我會把集數移動前一集 因為他第九集的時候,他有一個最後結束 他會遇到他們之前寫過信的人,你看到現在的現況是怎樣 這個位置我反而覺得結束是更適合的,不適合 我自己就不同意,因為我自己寧願是他最後在油谷哭那裡哭 他有回人性感,然後就完結了,就是我自己的感覺 這個不同 因為我看到之前寫信的人,那個完結的感覺比我更加強烈 就是他打遊戲最後大結束 我想大家要的那件事可能有點不同 但我想這件事就是說,我們大家認同的九、二十根本完結了就可以了 可以在這裡完結 這個可能調一調次序,但是現在後面就不知道,下集再看看如何 但是我如果可以重平的作品來計算,我覺得不是不好看 其實我會用好看的字來給他 我看見好像很多人說是悶的那些東西 但是你說悶,我覺得沒至於到 因為這個作品如果是這樣說的,其實是OK的 我覺得用這個節奏,用這個手法去做 但問題是真的你看完一次之後,你基本上不用看已經知道了 你這樣溫了一次下去了,溫完之後 其實你又真的沒什麼想再看那一次 他那些所謂的感動位,因為你也猜到 那一次你看完已經好,不要說聽完想感受的人感動 你看那一次已經夠了,我根本就不大興趣再看那一次 我自己也沒什麼動力去看第二次 但是我就在想到底那個原因會在哪裡呢 如果以我剛才說南極那一套和這套比 我會覺得是那個環境的設定 他這個設定應該是小的還是什麼的 那類的東西,我的感覺跟我來講有點遠 如果你說比宇宙更遠那一套 他其實就說一些現代的感覺 而且他裡面的表現比較真實一點 我的共鳴感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而且因為他是12集這樣下去 我一直順著故事去看,我有翻看的 可能有一些細節我忘記了,我又再想再看那一套 但如果你這套呢,你每個都是單元那樣 那變成我知道了你的劇情故事那些 我可能再翻看的意欲不會太大 還有一個大問題 是的,他這套東西是銷的畫很漂亮的 如果你去剃靚畫呢 我擔心有可能你按Netflix那個4K 可能比你這套Boo-A更好 應該會是 有這個問題出的 所以如果你用畫這個東西去銷 反而這個位置你會蝕了 有這個可能 所以我覺得Boo-A很大 取決就是 你想不想看靚畫是一件事 如果想看靚畫這方面 他會蝕了一張 但整個故事的作品 令不令人翻頭想看 就是 我想可能有一點 以我自己看完的感想來計 為什麼Boo-A會不好賣呢 我自己的感覺是 補充一樣東西 4月4日買的 現在Amazon當然是一片慘放 但奇怪呢 H&V買得不錯 所以也要看一下 當然Amazon當然是比H&V厲害 H&V好賣也不比H&V 這個必然 H&V很少 在日本的分店 在那邊不行 真的 那邊就算CD店都不到 老實說 所以我也要先說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內 4月4日出賣 就真的蓋觀定外賣不賣得到 是這個意思 不知道會不會第十集爆賣呢 這樣說 先說 還有提到一件 其實宇宙那套好看的作品固然 另一件事就是 他這次Boo-Ray送的東西 是比較吸引別人去買的 這是一個Marketing的東西 他是送沒有記載抽選券 是見到四條星優的 是有些活動 你比較之下 老實說我喜歡這套作品 其一 其二你現在還有機會看到那四個星優 參加活動 現在Boo-Ray連上 或者Boo-Ray我試試看 很多常見的 漫畫上書那些 都很多會連動在這活動 但是Apple Garden什麼都沒有 這樣就行 其實現在多一些周邊產品 用這種銷售方式 是 這套我還有一件事想看 固然OPED找些人都大派 但是我看到坊間不少人 就不喜歡結尾 什麼 尤其是 原本看那集很感動 然後 一清唱 茅園 一清唱入 那一下 感覺完全打散了 這麼誇張 我自己就沒有這個感覺 我看了幾集 我看到很多人這樣說 我都沒有 會不會是唱康的年代跟他們合起來 因為他其實 老實說他的康調是舊少少的 比一一生那班 我不知道 其實我連這件事都不太覺得 其實我不覺得 我覺得有二千年代未的 他唱歌的風格 不是 這件事是 但是我不覺得這個原因 會影響到你看那一集 那一集原本很感動 然後就說 很感動的時候 你一開始唱歌 然後我整個感覺沒有了 他純粹不喜歡別人的聲音 我完全不明白 我就是Haters 不知道會不會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就見到很多 很多 是很多 如果有聽眾 你就有這個起法 你跟我們分享一下 就是想知道什麼事 補充一句 檢查一下 就真的沒有什麼送的 原來這個 送了一大堆書給你 有些interview給你 他是沒有任何活動的券 他的設計 我記得挺漂亮的 他是一封信 直接說 是粉絲就會即時買 但是別人那邊殺兩飯 喜歡的也會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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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 翻頭這件事 有些難度 翻輪這件事 你不帶興趣翻輪 看完我覺得 是 有些作品是這樣的 很有趣的 我自己一個Netflix用服 我更加說看Netflix 就算鬼數 我自己 你就算輪到Netflix 你會不會再按多一次 我都不會 我想 我連Netflix也未必再按多一次 但Rick在Morphy 我後面可能不會 我單集可能已經按了兩位數字 都不是不行的 只是我 我前面有上Amazon看 有沒有 有沒有點賣的 我想過 但是 我想覺得 翻頭這件事 是 會不會賣另一件很重要的事 就 不知道解不解釋 但是 剛才你說另一套國家隊 就更慘放 那套情況 有機會到時再說 我有點看法 我有點看法 那套真的算了吧 我有點看法 我有點看法 對 到時再說 第二次再說 整體來說 紫蘭林的雲花園 我自己看了第十集 不好意思 差幾集 有什麼下集再補 到第十集為止 我會形容它是好作品 我也OK 好作品 但是要說到什麼 人間必看又不看又會死 就好像吹大了 陪我上集這樣說 不要吹那麼大 人類聖經我真的吹得大了 有時候過分吹奏的作品 反向銷售就無謂的 有些東西就 所以只可以說 我直接覺得大家 可以去看看幾個作品 最後再補充多一句 其實我查看 京都近幾年的Bullway銷量 買得到的東西 多數都不像這套 是一定是 Free 其一 其二是 那些宅宅喜歡看的 例如喜歡病眼相談戀愛 Bullway買得到 其實史上 低音號好不好買 都是普通的 所以其實你是看到的 一些吹得很好看 很吸引 反而賣不到 輕輕鬆鬆 簡單單單 也是賣到的 是京都的例子 變成它 銷售畫面 放很多錢去燒 燒銀子 反而不是賣 雖然從雙 雖然從雙 雖然在雙 我猜它這套 就不是預期要在Bullway收錢回來的 你應該要收錢 給了很多的 它的主要來源 都不是預好在Bullway這套 但我猜它這個應該有少想不到 就虧了一點點 我猜它其他位應該去到Neflix 給了預期低 它在Neflix應該收到很多回來的 BDB應該都散了很多 對 應該收到很多 我想今天其實都差不多 我的作品不多 但是說著說著都 今天有某些 就是說今天數目不多 但是有藥光作品 就慢慢多說一些 我想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集回來 應該就是跟大家說 這個新番展望 到時新番看有些什麼 習慣有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暫時看這套網站 好像真的有很多東西看 看了如何 當然 都可以再說一次 再說2018年的開始 真的是一個不錯的開始 好過去年 又說2017年 最重要的是 我們剛才正在討論 討論哪套比較好看 我們在排哪套是高位 17年我們在做什麼 我們在排哪套要燒 我們在排哪套 哪套要先放在焚化爐 我們老人家 希望業界可以繼續繼續 知道自己做什麼 多謝大家收看今集節目 下集節目再見 拜拜 我們在排哪套